高雄市長韓國瑜開直播 合體荒謬大師沈玉琳 以及副市長李四川 跟年輕人面對面 所有重要的道路 然後破損不堪的 重新開始包拼 重新開始 目前鋪了133條 拆了五座路橋 然後清水溝 還有找這個 容易淹水的淹水點 清香寒 大概清了危險點 236個點 那還不夠 我們還要繼續做 因為怕颱風來的時候 這個雨太大了 從市政談到經濟主權 韓國瑜為了跟年輕人互動 也特地準備冷笑話 對啊 你平常起來 檳榔 檳榔 跟荒謬大師同台 韓國瑜拼了 但網友的提問 可是讓韓國瑜快招架不住 想問韓市長 如果要被關在孤島三個月 孤島 好 孤島三個月 你要選 這很尖銳喔 你要選一個人陪你對不對 只能一個人陪你喔 你會選王金瓶還是朱莉嗎 只選一個 不能兩個都要 我都不要 你都不要 真的關三個月 肯定要我女兒寒冰喔 跟她聊天 每天聊天 那你有沒有考慮過她的感受 她要嗎 跟你關在一起很無聊吧 我知道啦 她也不會 被選 韓國瑜自嘲 可能連女兒都不願跟她關在孤島三個月 報效回應讓網友笑翻 這次直播最高有六萬人同步觀看 希望高雄市民朋友現在有光榮感 現在全台灣全世界都在看著高雄 我們希望高雄市民朋友非常的歡樂 也希望外地的朋友都來高雄觀光旅遊 高雄最可愛的就是兩個字 熱情 高雄的熱情 高雄好吃好玩 還有各種尋憂探秘 歡迎各地的好朋友來我們高雄 我們高雄一定會熱情接待大家 最後盼所有人都能到高雄觀光 實現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 韓國瑜一改以往只在臉書直播 多個平台同步 翻轉年輕人印象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那個 你可以摸摸腦子 不敢造詞 只要你快樂 韓市長又跟沈玉琳合體了 一打一唱一樣效果十足 我們三個人現在做這個陣戰 好像家長 這個才是真正的福祿獸 不過韓國瑜手中抱的娃娃 真的好搶劲 很明顯就是Q版韓市長 可愛耶 市長 秃頭造型很傳神 但眼睛底下就是黑眼圈嗎 但最像的可能就是嘴巴 新版娃娃第一次曝光 韓國瑜還幫他取了一個超級可愛的名字 叫做微笑小禿 張開雙手象徵包容與愛 本圖我們現在這幾個月來工作抓得很緊 韓國瑜從頭到尾手完全沒鬆開 但這也不是第一次他直播抱娃娃 難道這樣比較有安全感嗎 這是咪嚕的表弟 叫咪康 希望大家會喜歡 咪康跟大家打一個招呼說謝謝 謝謝 韓國瑜曾開直播 拿著這個柴犬抱枕咪康入鏡 半個小時的時間 對著咪康摸頭 拉耳朵 麥萌裝可愛 而這也讓抱枕一炮而紅 詢問度超高 每天被抹黑 抹得連臉都黑掉 我一口去吃四個 咪咪咪咪 推銷水果 韓國瑜直接拿香蕉抱枕入鏡 還做事要吃他超級Cuso 但也展現韓市長的超級地氣 這回與沈玉琳再度合體直播 來了一個非常搶勁的微笑小禿 想必又會先請另一波的詢問熱潮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